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耳目一新 哦 原来我们把问题讲简单了 我们能战胜得着有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太小了 现在这两个大家伙 特别是中国 很风险 当然我是比较多研究战略的 那么有一个东西叫战略文化 美国人怎么打仗的 美国人这个是政治文化 美国人怎么来搞小意义上战略 至少从南北内战到现在有它的一些特征 不是说每一个场合都如此 但有它的特征 美国战略文化也是靠很多历史学家 政治 军事作家 前后相继历史考察 文学特使和理论哲理思考 美国战略文化是相对经久的基本特征也已经得到了这十个总结 当然这个不能乱扮硬炮了 这个世界充满着所谓例外情况 充满着 surprise 有的时候不要太说它就是例外 这个例外多的不那么例外 有例外 但是仍然有更常见的那些特征 这个用一个大家名讲 叫Colin Gray 他说美国战略文化倾向于摩斯历史 也就是摩斯历史经验 每项新的政策都大胆抓住未来 重新发现一目了然的知识 以新的方式犯老的错误 还有富含工程学风格 这太对了 Just like engineers 信仰技术的解决 信仰美国人技术的知识 将给每个难题找到一个解决 解决万果 你只用技术规避战略 规避政策难题 还有缺乏耐性 美国是一个对很晚才获得回报 长期投资少有耐心的社会 你难题共处 忧心忠忠 直到他变得比较容易解决为之 这不是美国人的风格 还有 第十有地理导致美国人一般无视文化差异 倾向于无视和不知 战略以及其他方面文化多样性 难以对别国有自身处地时的战略理解 怎么说 战略上战争 你看 没打过毛泽东在朝鲜 最多到后来开始打输了 后来打个平手 最多还是打输了 没打过塔利班 战争是文化的继续 有文化多样性的 这个 关于我们是一个真正独特的社会的观念 培育了一种危险的战略文化傲慢 如果最简略地说战略领域有所美国精神 战略的计划可能是大体合适的 美国拥有一种更适于行政管理 而不是那么适于政治的战略文化 最后我们马上完了 我们讲广义的文学透视 很大一部分关系到历史 甚至历史学 广义的文学透视不只是历史 钻石 古代没有历史学 就钻石 Histological 现代讲历史学 广义的文学透视 很大一部分是经典方式的史诗探究和史诗叙手 因此要有好的广义的文学透视 往往需要有好的历史学 但现在的历史学下面是大家讲的话 现在历史学不行了 您不要笑 总比Ir行 还是真不行 为什么 越来越流行的很大部分当代史学方式 如果跟老的 跟二世纪以前的 1945年以前的 1960年以前的相比 越来越less classical 越来越不那么经典 特别是越来越少广义的文学透视 那么我们刚才好像提到一个东西 叶鲁大学古典学历史学权威 研究波罗勉的战争 当代头号学者唐达卡根 几年前做了一番批评 他就学家来说 我们这个行当现在不大妙 很不妙 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的 所谓国际关系学家也可以从中学习教育 卡根说历史老有趣味 历史可供享用 在整个人类经验历程中 人们一直阅读历史 几千年 不管在哪一个大的文明当中 为什么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读历史 开心 好玩 说一点好玩 有趣 但不光是好玩 同时有教义 为什么要读历史 有教义还好玩 但是这个是经典的传识 经典的历史阅读和历史写作 但是我们当代的历史学教授行业 是当教授的 把历史带入一个不同的方向 对大部分来说 他们这些都专门加的 当然这里没有那个石头房 不是砖甲 是砖甲 说专家写的历史 不有趣 不好玩 Balling 不显得和读者感性的东西有多大的关系 那为什么这样呢 一个差不多千年来一向是如此的那个 你可以说学翁 怎么会变得不显得有趣了呢 因为这个行业搞历史学的人转离了 甚至可以说偏离了讲故事 不讲故事 讲故事什么 是一种叙事行为 什么样的叙事行为 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豆腐干 这个叫什么 这个流水帐 今天买了一斤盐 明天买了一块肉 是有趣的叙事行为 有教义的叙事行为 所以张冠礼带发生的越多 什么叫张冠礼带 历史 是一个liber arts 英文叫liber arts 跟文学艺术一样 结果把它变成social science 那就不有趣了 叫张冠礼带 social science这个帽子 带到属于liber arts的历史上面 所以这种张冠礼带的事情发生的越多 他就越背离传统的历史学问概念 背离千百年来的traditional historical history 所以他想 他的信念就是什么最好的历史 最好的历史就是讲一番故事 同时把它跟分析结合起来 不是平复社序讲故事 是分析性的故事 是能够提炼出道理 重大道理 主要道理的讲故事 那么一位历史学家怎么来分析事情 不是写公式 不是写论文 写那种 寿科学的论文 是写一番故事 历史 历史学家的分析是写一番故事 写一番 分析性的 但仍然是历史的故事 对于史家来说 分析事情自然而然的途径 包括用一番故事做的 所以说 一年到罗马帝国为什么崩溃 生机勃勃的什么 共和国什么腐败 后来战争全盘撤败 要一个回答 回答就是讲一番故事 讲一番历史 这本写一个 The Kind of Loan Empire 而且这一故事是有趣 讲的有趣 吸引人 分析事情自然而然的途径 包括一番故事做的 讲一番有趣的故事 同时 将它与回答种种问题结合起来 而回答的方式 这里就是 要有教义 要有趣 要有趣 又要有教义 反反不过讲 这两者 而回答方式 是一个具有才智的人 有兴趣聆听的 这就是最好的历史学 你看看 就像风格 里面一个字 一个行话 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玄奥的概念 都讲得如流水一样的平凡的话 道理很深刻 人家大假 而且有资格讲 他搞了一辈子里的学 而且在一万个人 十万个人 一百万个人搞历史学里面 他是差不多搞得最好的制宜 他来讲 什么是最好力求 这才最好力求 所以 这里面有一个叫 文学透视 但这个文学透视 不是这个 为透视而透视 这有很高的指趣 就是要透视政治 因为要透视政治 必须要对人 有文学透视 是吧 人做事情 有文学透视 所以这是最好力求 那么我们搞国际关系的 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不敢说所有情况下 政治比较谦虚 也不一定说大多的情况下 但至少在许多情况下 这也是最好的国际关系学 也就是讲一番有趣的故事 我们将他回答中文问题结合起来 回答方式是一个具有才智能有兴趣的聆听 这就是最好的国际关系学 所以徐罗多德做过 徐罗底德做过 徐罗前也做过 徐罗 等他开 我觉得今天我要讲的东西 但是在我们这个课程框架之内 我们是作为一个历解 我们前面不是说 关于历史历解和文学透视 除此之后还有哲理历解 就关于这个东西有个历解 这个历解就是一个历词 但是不是一番历词 经典历词 谈论这个是天才 谈论对象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问题之一 我们今天就是作为一个历解 民族特性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和主流的政治文化 甚至文化本身 我们要观察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毫无疑 即使没有任何理论学说 我们都本能地感到 对国家 对任何共同体的行为都是具有 在其他因素之外都是具有决定欲的 同时我们也本能地感到 这个东西叫民族性格 民族特性 政治文化 如果这个民族特别是不是什么几万个人 而是millings 甚至willings 当然这个问题是非常难以进行总体性透视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非得依靠历识技术不可 非得依靠文学透视不可 那么这是一个例解 那么我们举什么例子呢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例子 我们在今天讲随时我们成为中国人 Who made us the Chinese 就相当于如果在伦敦 在巴黎 在布鲁塞尔 甚至在其他地方 如果提问题 说Who made us the Westerners 这个问题同样非常非常重大 恐怕在历史的意义上 在人类探讨自身 人类社会自身探讨自身的意义上 没有比这更重大的 更笼统的 某种意义上更难回答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决定性 所以是我们成为中国人 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是怎样的人 怎样的在历史中形成的 具有种种丰富内涵 但是毕竟有一种可以说主要的 50%以上就是主要的 主要的primary 就是民族性格 民族特性和文化特征 政治文化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要谈论的问题 这个作为一个理解 我们可以确实我们一评历史理解 一评这个文学透史 我们至少可以争取 在上帝面前回答上帝所能提出的差不多 几乎是关于人类世界 不是关于宇宙 关于人类世界的几乎最大的问题 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个 我们上一次展示过的 我们这个 这个课程的这个 这个 我们第二课 第二课算是我们谈国际关系历史 这个例子文学透史 我们现在来讲一个例子 民族特性政治文化的第一 历史技术 第二 以及文学透史 历史技术和文学透史 不是分开的 没有文学透史 就没有历史技术 任何 反过来说 任何最宏大的 最重要的 最忠实的文学透史 就是历史技术 历史透史 当然 这个 人类的话语 这个 如果我们上课 我们都要有一种比较雄辩的 比较人心眼球的 所以我起个名词 随时我们成为中国人 这个问题够大了 反过来讲 我们更能理解 我们中国人是怎样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根本传统生成 中国根本传统生成 可以说 到中国 说有一个中国主流传统 民族特性 中国文化 为什么有一个 因为后面证明 后面2000年证明 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不管它占多大的比例 反正它是 mozen 50%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却是中国根本传统 这个生成 中国华夏要送信根本传统 肯定不是这么两三天 两三年 两三个世纪的事情 告诉你 一千年 一千年 在这一千年过程中 我们民族的根本的主流的 政治文化民族生成 在以后2000年当中 不管受到什么重大冲击 佛教 还有小一点 雅片人以后吸血动静 仍然成为 就 什么呢 we are still the Chinese somewhat like and we are Chinese 2500 years ago 那么因此呢 我们主要根据的 就是我们来解读 从这一种视角来解读 实际周本期 一部分 如周公史教 孔子史教 然后我们来看 你们中学都读过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季以后 太史公粤 什么 司马迁评论 没有一篇有这么长 为什么这么长 它下面全篇操录了中国 在司马迁的时候 比司马迁早 司马迁五帝 经过文帝的时候 初汉 中国 现在证明中国最伟大正式论文 或者说最伟大正式论文之一 过情了 全篇操录 贾义过情了 司马迁论文 贾义提供最好的答案 然后我们来看实际 黎一生路脚立传里面一个片段 关于路脚的片段 然后我们来看 紧接着也是 刘邦的时候 汉初 刘靖 苏生通 这两个人列传 其中苏生通 然后我们看汉文帝 然后 这个史记 鲁林列传 前半部 那么科后读 这实际上就是反面 商 特别商后期 特别是 这个殷本纪 殷就是商 五一 商 五一是商证 秦本纪在路 孝公是秦始皇 如果说有一个秦 秦的帝国主义 那么从孝公开始 秦始皇当然大家都知道 当然 起决定作用 这里面包括双军 包括秦始皇 可以肯定 We are not Chinese The Chinese are who 特别 我们肯定不是我们这样的中国人 那么这个也就是一个反称 我们来看看中国 就是说在判处 或者更早的一千年前在西州 如果说中国站在四十路口 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中国人 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中国人 完全相反中国人 毕竟我们当然 不管有什么原因 选择了成为这种中国人 因此我们没有成为那种中国人 我们用的方法 这个都是史记 史马迁 出自于史马迁 中国最伟大的天才之一 这个就是从南北朝后期到初唐 史记那时候人很多已经懂不懂史记了 关键部分 所以要解释 这个就是史记三大柱 正义皆解 说也 是柱 唐朝人的柱 初唐人的 还有稍微早一点 南北朝墓去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平柱 因为篇幅比较大 我们主要是来看平柱 有的时候兼集司马迁技术 所以说我们成为中国人 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根本传统的生存 我们首先看本纪第四 就是周本纪 摘露和典评 那么摘露摘露什么呢 主要是周族西史到康王 西州 西州指的就是公元前11史起 到公元前771年 大家都知道大鸡嘛 都知道周幽王嘛 都知道从西安 这个周王社 这个被迫逃动到洛阳 七百七十年 春秋开始 那么期间 关纪11史起到841年 也就是共和元年 从847年开始 中国就有准确的年代了 中国历史 就放在这一年 放在那一年 那么当然我们有个大事业 我们看看世界史 简单说 前十一年 到九世纪 河马时代 在世界的那边 Who made the zoom the westerners 任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任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书和讲座 都必须从至少 必须从河马开始 然后当然我们这里 东方不仅中国 还有文明 严格说 如果最早 还比我们早的 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 不是河河流域 印度文明 赫河贝多时代 公元前一千年到六百年 差不多就跟这个差不多 雅大人国家形成 普朗文教流出来 然后还有世界实际上 最古的文明区 四大文明五大文明最早的 就是两河流域 就是西亚 西亚不是从这里开始 但是到差不多西州的时候 我们西州是一个中心 我们观察中心 我们来看其他的坐标旁边 我们来参照 那么有西亚 新亚述帝国 铁器出现 然后我们就谈到 魏崇811年 日县大使 叫共和元年 西州州立王暴念 国人暴动 召公州公行政 大贵族 贵族寡头 称为共和 从这一年开始 中国史书上 所有的年代都有 都是 accurate 都可以正确说 是公元的那一年 就是西末 十八大国家形成 八世纪 河马史斯伊亚特奥德塞形成 中东地区出现羊皮出卷 公元圈776年 比这个早6年 希腊第一次奥林匹克兰党会 771年西州王 那我们要讲的 就是 不是西州王 是这个时候 啊